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 我的頭啊 有沒有搞錯? 剪到這樣的頭 像菠蘿一樣 大家好,我是Buzzboy 大家可能問了 為什麼我戴著帽子 頭髮又怎麼沒有了 就是因為我之前 去了這個髮型局剪頭髮 我這個就是我的新髮型 但是我不想讓大家看著 我覺得... 有點驚喜 嘩嘩 大家都說男生的剪頭髮 是一個磨鍊 每次剪頭髮都是一個挑戰 我就很久都沒有挑戰過 前陣子我去了這個髮型局剪頭髮 那就... 一言難盡了 好,我們現在就去片 不過在看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IG 我的IG都不時會更新的動態 還有會開Live給大家看 其實為什麼我會去這個髮型局剪頭髮呢? 因為其實幾個星期之前 林林和我一起在Youtube 開了一個Live 剪頭髮的 但是那個Live 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被Youtube刪了 可能就是因為我那時候說了一句 黑勁 就被他刪了 我不管了這些 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我跟觀眾 和林林的一些回憶 就沒有了 我覺得是很遺憾 所以我決定 我去髮型屋裡 再剪一次頭髮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就記得Youtube 按那個鈴鐺 就可以隨時看到我們的直播了 我們希望有時的Live 就可以帶到一些即時的歡樂給大家 還有按鈴鐺之後 我們出一些什麼新的影片 你都會馬上看到的 好了 那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現在就真的去片了 這個就是髮型 阿波 大家來這裡可以找阿波 你知道嗎? 好 現在我的頭髮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要修緝一下 這裡是一致的 這裡是水晴的 這裡也是一眼一噴的 那我希望今次這個大改造呢 可以聰明一點 我十年都沒有剪過一些短的頭髮 這次要剪光的頭髮呢 就真的 我自己都很期待 試試看 那嗎? 嗯 這個樣子 是光頭的嗎? 那都是不是一樣的 為什麼呢? 每個人的頭髮那個髮掉不一樣 你軒發 所以出來出來不會這麼散光 所以現在這個型是這樣子的 你現在拿去支光的東西 直上然後接緊光 整個東西 還有這個狹條這麼粘 才這麼柔軻 那種感覺 你可以騷如我們要剪光 但是要立的八立才可以換來 再按來 你看看 大家現在去剪頭髮了 我會直播給大家看我剪成怎樣 為什麼這個頭髮留了十年 因為我十年都沒有換髮型 我這次想大膽一點換髮型 不過我不會讓大家看最後頭髮可以去到怎樣 現在很緊張 第一刀了要落 後面是XSB 真的嗎? 這個位置 要摸摸一下鏡頭 髮型師就說 如果大家去剪頭髮 這個打個靠叉就比較容易剪 是嗎? 對 這個位置要剪刀一點 哇!第一刀 沒有那麼多頭髮 終於去髮型屋剪頭髮 我很久沒去過髮型屋剪頭髮 有沒有打算染頭? 我不想染頭 之前跳到爛了 有人說剪光頭 髮型師,我合不合光頭? 應該有些會好一點 長一點會好一點 我們都是聽髮型師說 髮型師說髮型師 髮型師說髮型師 我也想過染髮型師 之前我去看過師傅 他都說我是配髮型師 因為髮型師是旺我的 不過我剛剛問髮型師 我還想要剪成什麼? 音和旁邊他都說 其實剪得不錯 剪得不錯 看不出是自己剪的 但後面就差一點 這樣 沒了很多頭髮 我的頭髮 因為我現在拿手出來開Live 每次都是頭髮 就這樣吧 拜拜 大家看看 這個是我10年都不會看到的青 這是平時的 這裏現在變成這樣 我自己看不慣 不如直接把它弄掉 正好看 小朋友,這裏pek是怎樣 我覺得這裏的頭很頗好 但它變得很重 什麼? 其實它真的很肥 我現在很久沒感覺到頭髮這麼赤裸 遮完頭下雨 穿新鞋出街下雨和洗好車下雨 現在頭髮有點冷 嘩!好爽啊! 不過我應該不會遮到頭髮 太麻煩了 還是應該戴帽 你戴帽子戴帽不如自己剪吧 不過我覺得其實他已經剪得不錯 但是他的樣子差一點 我的樣子不像 而且我的樣子比較壞 戴著口罩也有7分次 而且我覺得他蠻好的 因為他知道我的臉型不配這個髮型 他也說幾次不如不要這樣剪 但是我一意孤行都是這樣剪 所以覺得都OK 我們現在就找第一個觀眾 他看一下我的頭髮給點評價 第一個觀眾就是笨笨 看看他形不形得出我 因為我的頭髮轉變得有點大 我們現在先去主人家 你有沒有收拾嗎? 沒有 你隨便找那個老頭髮拍我 不知道他認不認得我 我剪了頭髮之後 喂! 他好像是否害怕了我 他沒什麼反應 他現在不會走 是不是覺得我整個黑社會這樣 現在的頭髮 喂!噔噔! 你看! 以前他也不會讓我這樣抱 你覺得我的頭怎樣? 看看他的樣子 你覺得我的頭怎樣? 喂! 如果好看的話 你就舉起左手 他真的不走 他覺得我的頭已經好看了 順眼了 所以喜歡了我 還是覺得我現在的樣子太兇惡? 他平時也不會這樣攪在那裡 唉! 好啦! 你也覺得我的頭好看 以後也保持這個頭 哈哈哈哈 大家! 我現在是第二天 早上洗完頭 我覺得洗完頭的頭也不錯 除了像菠蘿之外 都沒什麼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等一下 就會去找菠蘿吃飯 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看到我這個 這麼帥的頭 就是 我被我自己 睡醒了 每天都是這樣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你究竟讓我看你的頭沒有? 剛才吃飯又不讓人看 到現在都還不肯讓我看 我讓你看 我戴著帽子而已 唉呀! 我最多不笑你了 我沒事啊 頭沒事 那你為什麼戴帽子 真的沒事 那你戴帽子做什麼? 都沒事 你看 我撥了氣的音 而且我旁邊才斷了 都沒事了 真的沒事 真的 我這樣戴著睡覺 我打算一直都是這樣 我喜歡的 喂! 為什麼這樣 其實我覺得蠻好看 不是嗎? 不好看嗎? 你心裡心裡心裡 蠻好嗎? 你覺得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不好? 有什麼不好? 什麼?是短一點而已 這裡 你不要這樣 夏天好多人爽嗎? 夠清爽嗎? 對 前面這裡短了一點 我覺得沒什麼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沒事 有什麼問題? 沒事 很漂亮 但你覺得我剪得好一點 怎麼會剪得好一點 當然你很高 整個菠蘿 我都說我剪得很好 但其實我覺得 你也要出去剪 你看 但我覺得不搭 不搭我 是不是? 看你的樣子 大家呢 看到我的頭其實都OK 又不是真的這麼醜 是我的樣子醜 不是我的頭醜 其實我覺得這間髮型店 都OK 因為我去過幾間髮型店 那些洗頭 都是隨便洗一下 但是這間 真的看得我差點睡著了 大家剛才看片也看到 而且髮型師很好 他不停跟我說 其實你的髮型是不搭這個髮型的 但我真的很想試一下 因為難得現在就可以在家 不用見那麼多人 所以我就想試一下剪一下 這些新的髮型去挑戰一下 轉換一下形象 如果不行的話 其實也不要緊 因為三個月後 又是一條好巷 三個月之後 一定是這個武漢肺炎 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 找一個很帥的髮型 而且這個髮型 其實我是不會露頭 人生露頭 其實我不過五十次 其實我現在剪了這個髮型 我都應該不會怎麼露 都不會好像露髮型師 幫我弄那個髮型 不過不要緊 我們就 三個月之後再見 搞笑而已 我們下個星期 我們都會再見 那我們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Follow他Facebook 和Instagram 大家記住 一定要 一定要 在下面留言 我要洗頭 如果大家有什麼 可以極速生髮 那就 教一教我 我想快點長髮 就這樣吧 拜拜 你們喜歡這隻貓 還是喜歡我多一點 現在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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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哇 仙女乳貓 我 我 你